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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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區域排水經過整治後 採用自然氣死工法 河道中海擺有石頭 來營造不一樣的水路風情 所以行走在岸邊步道時 不但有景觀植栽 還有修氣的平排 甚至設置早期河邊洗衣的涼亭 未來不但適合夏日休閒清水 另外就是要重現 截頭份的渡船頭歷史 社區在108年的時候爭取以後 就來幫忙做這個河道 這是要做百貴米的這個河道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河道 因為這個河道以前就是 我們生活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它是一個早期的渡船頭 我剛才有說 那個我們無路路的 其實很多東西 是靠水路的運輸 它直接可以通到西門港 它就是透過我們河 所以我們現在幫它 恢復那個早期 然後有渡船頭的那個意象 那也讓社區居民 讓以前在這邊生活的人 尤其是那些長者 找到一些早期的一些生活回憶 中心來看我們這個工 這個工現在變成一個很好的休憩空間 捷頭份社區表示 景觀排水結合一旁的捷幅皮塘 將成為地方重要的休閒景點 甚至會結合社區活動 規劃套裝行程 來帶動觀光發展 我們這個空間已經 把它建置得這麼漂亮 然後我們有一次 就是說 社區如果什麼清水的活動 會在這邊舉辦 然後夏天的時候水比較清澈 水又很熱的時候 我們導覽的時候 也會帶一些社區朋友 來這邊參訪 靜態的方面 我們在社區活動中心 會安排醬油醬菜的DIY活動 然後到了那個 第二彎做完了之後 我們會帶他們來這邊玩水 然後有一方 在文化面的方面 我們就會 讓他們做歌仔戲的導覽 然後讓他們體驗歌仔戲 然後也會帶他們來這邊清水這樣 目前社區將結合水保局 近期內舉辦盛大的啟用儀式 邀請大家來捷頭份到老人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